Hello大家好我是Way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三星Note10的國行價格 就在昨天三星舉辦發布會 公佈了Note10以及Note10 Plus的價格 Note10 Plus的定價相對於三星以往的定價 是相對有誠意的 Note10 8加256的版本是6599 然後Note10 Plus是12加256的定價是7999 那這還是5G版本的 這個國行版的售價甚至比美國版的售價要低很多 這在三星歷史上也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可以看出三星定這樣的價格是有它的野心的 Note10 Plus相較於三星以往的定價 還是非常有誠意的 但是這次三星的策略 我覺得明顯是有它的問題的 首先三星取消了低配的128G版本 它的起步價格就是6599 事實證明這個起步價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拒絕了絕大多數的主流用戶 6599到7999這個區間把主流的目標用戶群體收得非常窄 其次Note10的屏幕換成了1080P的 這塊屏幕效果肯定不會差的 對於其他品牌來說也許不錯 但我覺得對於三星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理由很簡單 屏幕一直是三星的最大吸引點 絕大多數用戶也是衝著三星的屏幕去買三星的手機 而這種閹割版的屏幕 你能接受嗎 Note10 7999的定價 這個價位的門檻是太高了 在這個價位上 蘋果都繃不住 那更何況三星呢 但如果把Note10作為出貨的主力 那3500mAh的小電池 沒有2K屏 沒有快充 沒有5G 沒有了這些特性的疊加 讓大家很難接受 這是一款旗艦定位的手機 但是6599的價格 又很清晰的告訴大家 這是一款旗艦 在旗艦的定價上 把旗艦的特性都閹割了 那這個結果大家可想而知 雖然這次三星的攝像頭 在DXO上的評分 目前暫時領先 但是它依然是三星的那套 祖傳的CMOS以及鏡頭的組合 沒有長焦 沒有CMOS大底 也就意味著它的天花板就在那放著 尤其是Note10的對手 並不是現在在售的那些手機 而是將要到來的下半年的新機潮 Mate10系列的對手並不是Mate20 Pro 也不是P30 Pro 而是即將到來的Mate30 以及OPPO Vivo即將發布的新機 還有小米MIX4 有一個很可能出現的結局 是Note10的評分是這些產品裡邊最低的 而價格卻是這些所有產品裡邊最高的 Note10系列擁有4300mAh的大電池以及45W的快充 但很可惜在6599這個版本上被阉割了 中國品牌已經將這些特性 做到了3000元價位的機器上的時候 而三星卻把這些特性 在6599這個價位的手機上阉割掉 而4300mAh的電池加45W的快充 這個組合在3000元的價位的手機上來說 也許不是必須的 但在6599的產品上這真的是不應該缺失的 三星把一款售價為6599的產品 定位為入門級的產品 這其實是很滑稽的 即便是價格為7999的Note10 Plus 它的40W快充頭都是需要額外購買的 並且取消了3.5的耳機接口 三星跟隨蘋果 但卻根本不了解中國市場 而這樣的定價 Note10存在的意義只是 就是矛定價格 就告訴你 再多花一點錢 上Note10 Plus 如果你問我Note10 Plus的價格 相不相真相 7999 可以買到高通驍龍 855 12G內存 256存儲 5G網絡 雖然它只支持NSA 制式的非獨立組網的5G 但是我相信在我們使用Note10 Plus的這個周期裡邊 應該很難見到獨立組網的SA制式的5G網絡成熟的商用化 然後最最重要的是那塊2K的頂級OLED屏幕 DXO目前排名第一的攝像頭 外放的音質也非常不錯 支持HDR10 HDR10 Plus的色彩顯示 並且支持WiFi6 那所有的這些7999的價格 目前來說我覺得很值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我的頻道剛剛起步 還希望各位小夥伴多多支持 多多幫助 麻煩 點贊 評論 轉發 並收藏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